Hello 各位各位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5月7日星期二 本來本來不打算拍片 一天就出了一天 但實在不行了 去到哪走到哪 我們都看到河伯想蹤影 所以決定回來 不如說一下他 看看我的看法 首先這件事 河伯也算是威風 路易尼堅七幾歲 都可以搞到全城恐動 假設他早點知道有這麼熱鬧的話 其實整條東張西網裡面的影片 都可以放入很多直入式的廣告 你知道東張西網經常都有 是不是也有一段 不是中醫 叫你醫什麼 然後又長身官 長期都是這些直入式廣告 但這次就貼地一點 直接在市主裡面都可以做直入 比如可以做什麼 保單成全計劃 可以推廣 還有什麼女士俱風套裝 包括內服外用都沒有問題 然後又可以放些什麼 放些財仔廣告 即是你的錢還夾走 沒問題 不怕 不要緊 你可以找財仔 找什麼兄弟 人家借錢消費 借錢交稅 你借錢炒股也有 但你就威風 借錢什麼 瘟女 沒聽過 借財仔瘟女 都可能有些人是這樣的 但實際沒有作為標題去做 但你可以 這次放一個新的題目 一個新的堅明 一個新的campaign 借財仔瘟女 當然還有很多 寶蓋 骨膠原 還有什麼 我這個好銷 減肥計劃 四十幾歲可以減肥 四十幾歲開始 就像我這個年紀 開始減肥 可以都 有些叫作力 有時候 其實 怎麼說呢 我們都不要太怪可白 可白到這個年紀 你不要說他識不識心 有個女士 狠狠和他在一起 或者有個女士是靠近他 你不要說他識不識心 其實他的心 都可能是 為一個人關心一下 假如他因為他識心的問題 可白的子女 你一定是要原諒他爸爸的 為什麽呢 因為很明顯 爸爸已經不是 涵不涼濕的問題 他已經是眼疾很嚴重 近乎去到慢的地步 所以你都不要這麼忍心 原諒他 和他好回來 和他好回來 假如他又不是 不是水涵濕 就是缺愛 有時候想想 一個老人家 如果沒有人跟他講話 跟子女講不完兩句 哪有這麼好談 你去到這個年紀 都希望找些同聲同氣 大家有相同的價值觀 大家講的東西 同聲同氣 當然會想這樣多些 所以你去到這個年紀 沒有太多人跟他講話 沒有人關心一下他 其實你有個情人 虛寒問暖 有時候 你少了這些東西 其實你一個人 真的很孤單 所以站在他的立場 這個人給他一些 這樣的東西 其實 難聽些 他有一個不太好的 一個想法 其實他當然是 賣服務 你去買個包包 你又不會期望 賣服務 用真心 我用生命 去賣包包給你 不會 他說他怎樣 和你朋友 多多一點 都是希望 想什麼 你幫他買個包包 就是這樣想 所以 他覺得 有人給他一些 這些東西 他就買 其實他就買 其實都很合理 而這些錢 也是他自己 在他的角度 在其他人 比如我們這些 網民的角度 這些子女的角度 你站在這個角度 當然覺得 喂 我保住你的錢 但是站在這個百個角度 不是我的錢給我的 我的錢 有個女兒給我 我花錢 我可以花錢 他可以花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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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可以花錢 後面有人照顧 他就可以了 當然後面 真的有人照顧 他我們當然不知道 何太 所說 何太 真的缺父愛 缺到這樣的地步 要找何百寧愛 不要玩 你會不會跟你老爸結婚 正常來說 有極之極端的一個狀態 起碼你也要過一些日子 理解一下對方 有什麼優點 有什麼讓你這麼養毛 很難說 你喝一碗湯 給你飯 然後結婚 這樣不行 很多貓貓狗狗 都要和 師奶 餵狗餵貓的愛護動物人士 結婚 這樣不對勁 還有兩三個月 就要主動地要他和你結婚 匪夷所思 你懂不懂 你愛到他這樣 是要追到他和你結婚 你有沒有這麼愛他 接著網民說幫他數一下牌頭 三十萬八千二百元 說真心笑死 你愛他 你就會叫他不要花那麼多錢 正常 十萬八萬就可以了 這些只是見到的 未見到的那些 就是在櫃桶裡面 我們未見到的 還有什麼 出去吃飯 平時那些錢 是吧 為什麼人家會夾了你 那四球幾的東西走 當然是見到你實在勁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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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真的這些已經變成產業了 你聽新聞 東張就看了一宗 有些人在一起之後 然後不久就逼走了他 不知道在哪裡弄了一個男人回來的 逼走了老爺 騙了一間公屋 這些就逼他簽字 有多少 超級無緣無緣 你明明已經變成產業 有人教你 可能想小紅書也有 就是這樣 那 誰去可憐老伯 老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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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上班 你做人 十個人入面 有多少人不貪錢 你貪多少 你多少都要貪 那你男人 有個人對他好的 那不奇怪 你說你沒有老婆和子女 那你有老婆和子女就不對 那你沒有老婆和子女 正常交往 那你沒理由完全不行 那是不對 所以他拿了真心出來 不過你又不是 你是全心滾滾的 所以整件事就是 很多這樣的事情發生 所以你說 喂 我覺得這樣說 你一下子 困了這麼多錢 買那麼多錢給你 如果你說你真的 對他好 那你也不叫他花那麼多錢 十萬八萬就可以了 你一炮過這麼重手 你以為他用什麼 你不是這樣的 然後還有要求 拿一塊東西搞飲食 那什麼飲食 慈善飲食 只是給你家人吃 還是說 喂 一百萬 一百萬可以做什麼飲食 我真的想不到 你說小小的 人不小一百萬這麼多 大的一百萬你又不夠做 我的角度是這樣 就是我開一間 搶粉 燒賣 這些 你不用拿球去做 幾十萬就可以了 那你說我開一間大一點的 喂 一球不夠你做 你出牌 廚房 肯定不夠一球做 我想不到你一球做什麼 是吧 唯有什麼呢 袁保立足鄉 你做袁保立足鄉 你做下面的那些 那些 再看準時機 就說現在大陸不可以搞 這個 這個 勉強啊 這些這樣的 殷屍子 那你搞了這個 殷屍子貿易 那你想要傳回大陸的 那看到那些走私水 那我說你厲害 要不然 一球爺 你搞什麼 你自己問一下 那 所以 你再看計成那件事 爆響口那件事 那件事 那幾句 一天笑了 很明顯 要不懂得這麼厚禁 是吧 基本上沒有什麼需要考慮 我考慮問題 向來 在我們頻道 我都講過很多次 我只是 最主力 最主力考慮一個問題 就是 記得利益 記得利益 你太多利益了 如果你真的愛他 那你首先 你拿完你的價錢 出去當先 都幾十萬 我當你現在市道不好 打個半價 當你拿三十萬 二十萬 你那個人都生活 不是想通章 你不懂得來報通章 你不懂得來報通章 你不懂得來報第一現場 第一現場 不知道國內有沒有朋友 知道什麼第一現場 然後 還有些什麼 你幾多錢 你拿回二十萬三十萬 跟著怎樣 跟著你可以幫阿伯 申請縱援 阿伯以前的資產審查過不了 現在你可以申請縱援 長生樽 拿長生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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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到四千多元 還有生果金 加起來也要五六千 都可以五六千 過下人 然後你再做什麼 你不拔個薪水去做 那你叫你兒子拔個薪水去做 可以吧 養了阿伯 阿伯 阿伯就成不了多少錢 兒子養了媽媽 很合理 媽媽和老爸 兒子養很合理 不只是老爸養了兒子 和老婆 反過來做也可以 所以基本上 你可以這樣養了阿伯 如果你真的做到這樣的 我就當你贏 而阿伯的兒子的做法 在某個程度上 我覺得只要你合法 我覺得 合法當然是聰明的 但是就算你不合法也好 你也是做得好的 不過呢 就不夠聰明的意思 而那些兒子 對老爸的態度 我個人覺得 背後 一定是有些事情 我們不知道 是不是說他這樣不對 說話又粗口 究竟是怎樣 談了多久 然後可能 阿伯都是明環不靈 有沒有這些個案 然後不相處跟你說 有沒有可能 這是有可能的 當然 太過分的 態度都沒有 做年輕人 所以 你也想 如果他跟你住在一起 那麼久 你覺得他不好 你也沒有理由現在才來搞你 沒有理由現在才來說你 是不是 那兒子要夾你的錢 其實也不需要讓你到現在 是不是 如果你說全部五兄弟姐妹 他本來都是對你不好的 一早就跟社會合起來 要夾你的錢 那麼 他都夾了 他為什麼現在夾 一早就搞了 那 那 難道他真的 還有良心到看到 說你先有個有頭住家 有一個人愛你 然後我才夾你的錢 也不合理 那如果 那可伯 你覺得他們不好 那你也不會給四五球 自己的女兒跟你亂名 如果你說要雙簽 但是那女兒 你是假設 你不知道那女兒要雙簽 你不知道要單簽都可以 但是那女兒知道 那女兒都是要搞你 他都一早就搞你 他都不需要等這一刻才來搞你 整件事是完全不合理的 所以 我是認為那些子女不是 全心全意現在夾走你的錢 那些子女是保護你的錢 和大家網民想的一樣 不過 我支持你的 為什麼呢 正如我早幾天 三幾天之前 有一條周莫先生 那條周莫先生 那條關於這個愛的問題 關於這個問題 關於這個題目 那 愛在我們角度 從來我們覺得 是說你可以付出多少 你可以為你愛的人付出多少 就不是問你愛得到多少 而你 阿何伯呢 這次你是完美地演繹了這件事 完美地演繹了我所表達的事 你幾乎是把你全部的東西都付出來了 所以很明顯你是對何太呢 是一個真愛 是一個真愛的表演 而 而 全港 這次呢 我相信是最齊的一次 來的 紅隊小紅書 我想 如果紅隊小紅書 大家都是 保持一個 同一個口徑的 可以說 自2008年奧運後 我相信這次可能是最齊心的一次 何伯 謝謝你 厲害 那好吧 說回一些正經的事情 這些才是正經的 但是突然說的那些是不正經的 那 恆子 今天恆子的狀態 跌了一百點左右 暫時 其貨還是在跌一些 未 未作準的 這個樣子 其實這個樣子不是很跌的 他也是在跌 但他不是算是很跌的 那種跌樣子 他樣子不夠跌的 但是 可能就開始 所以我覺得他的跌幅 未必說是我們相信中資金很厲害 我覺得市場是重要的 不過呢 我們之前也分享過幾次的情況 就是 當科技股相對 應該這麼說 曾經幾次都是科技股先跌 然後到其他的下入指數股跌 如果你嚴格來說 這次的二三線股 就已經跌了 那些二三線股 我們之前也有說過的 那些副線股 其實已經跌了 然後呢 再來呢 就是去到這些 科技股 然後去到科技股 科技股之後呢 就怎樣呢 就去到指數股了 大約的情況 會是這樣的情況 那 可能接下來 都會短線 撮著 回了一段時間 短時間 時間未必很長 而我再說一次 我不是叫大家做大 那我分享 我認為市是需要回調 那 看的樣子 都應該是要回調 也都分享過幾次 它會回調到什麼位置 那些什麼位置 那些什麼位置 我們都要注意 那 而 早晨明燈 還有在收支戰報 我們都講過幾多次 就是叫大家 可以減些 你可以選擇減些耗倉 也可以選擇 你不要管它 你的貨不多 你不要管它 任由它 一直坐路上去 坐路上去 或者在底部加少許貨 然後看後面那段 也可以 也可以 好像我這樣的 減部分耗倉 加淡倉 護盤 因為我的倉比較大 所以 如果你全部都移動 都移動了 那就有風險 你如果不是移動了 你一點都不移動 這樣也是有風險 所以我就選擇這樣去做 我正在說 這件事 不是叫你去沽市 不是叫你硬沽 而是你做一些護盤的動作 而你是否做一個短期的短倉 炒 做空 炒一下波幅 我認為你是可以做 但是 只是小幅做 就不可以太多錢 反過來一夾你 你會痛 所以不要看得那麼多 一步一步來 我會這樣看 也說過一兩次 這種回套 如果成立的話 一般是800點左右 附近 或者回調320 320就是6900 或者 50%左右 就是一個這樣的狀態 或者你極端一點的時間 會跌1000到1100點 極端一點的時間 這個範圍大約就會是這樣的 下限範圍大約會有這樣的設置 你可以自己去考慮 我可以看看圖 大約會覺得頂部 這個位置 如果 618 50 382 382應該是難的 618到50 618到50 這個意思就是320 在這個範圍大約 176 到173 這樣附近 或者如果你用點數去計 可能它的位置 可能是178 這些位置都有支持 可能這些位置 它已經收夠醜 或者它跌一跌到176 然後它會這樣抽上去 如果你要看它後面 升到195 它就不能跌太深 這次不能跌太深 跌太深 你就要很小心 要很留意第二個頂在哪裏 頂要很夠力才能衝穿 譬如我解釋我跌很深 去到170 接著我要再破上去上面 195 我根本要破很高 很難的 會有一個難度 所以我覺得它就不會跌得太深 可能你預算在178到175之間 就開始慢慢都要減少 減少淡倉 接著你可能就 找些位置過股 直接這樣看 加回自己的好倉 或者你全力在指數上都可以 如果破了跌穿這些位置 跌穿618 跌穿50 你就要小心一點 可能那個想法就 咦 不同了 那這些事情 沒有說一定是 我一定說的 會對 所以這個就 到時看回 另外 我認為今年 昨天用股災的問題 來吸引眼球 也都說了股災 是一個標題黨 其實我認為 應該不會有什麼大的 股災 不是股災級 跌6,000點 一炮過一炮跌6,000點 這樣 就不可以這樣 但是我是很強調的 就是大市 可能去到6月 第二、三星期開始 就要留意了 可能會有一個 比較大 可能會有一個大一點的回調 會有一個實質一點的回調 回調幅度 也都好像我前面這樣說 應該不會穿 160那邊 就視乎今次的頂部在哪裏 要到時再看實質會穿到哪裏 其實形態 我也已經講過兩三次了 在修士戰報那裏 其實形態就會好像 這裡 會好像這一段 這一段 是什麼時候 2020年的7月到9月 應該是 沒錯 就是 咦 在這裏 我記得當時 我剛開始拍片 我當時拍片 我很強調 這裏 跌下來 反彈 還未升 這個是未跌完 我強調不停說未跌完 就是再跌 但是當時當然是 有很多反對的升金 或者不同的升金 結果再跌 跌完之後就開始升 我覺得這次 會出現這個樣子 有幾大機會會這樣 所以大家 特別是去到中段的時候 第一個 比較有明確的反彈的時候 你要留意 其實那次可能 都是一個出途的位置 短炒的位置 還未是實質的 而用什麼去做一個判斷呢 其實是很難判斷的 先用兩隻腳 兩隻近的腳 就是某兩隻腳 在某個位置 開始有一個支持 這樣 你就判斷 短線反彈 然後再跌過 可能會這樣的 也說 接下來 半年 這個應該的事 會頂到半年結 差不多了 都差不多了 都快半年結了 沒理由不頂下去 按道理就這樣看 而 同時間 現在 我很想說一件事 大家覺得 剛剛升 那個事 初初升 大家是這樣覺得 但是我想跟大家說 其實呢 我們恆子 已經是從 這個 這個底部 14794 14794 升到上去幾高 升到上去 一百六三百 升到上去 升到幾多 升了四千年 升了四千年 從底部 這個底部是什麼時候做的 1月22日做的 1月22日做的底部 即是說 今年已經的高低位 已經做了四千點 一般一年的波幅 大概是六千多點 大概這樣 好一點的年份 就八千點 那一千點的 那個五差就很小 其實對於這個 這個 恆子這一類型的事情 而很極端的情況下 就是大政策 大什麼事 打仗 很差的 金融海嘯 這些狀態 它才會有一些 一年 是走了一萬點 以上的波幅 所以 無論是一般的年份 也好 或者比較好的年份 也好 其實恆子已經走了幾多 走了三分之二 或者走了二分之一 所以 為什麼我不喜歡做 右側交易 就是 因為右側交易會令你很尷尬 當你升了上去 不是不做 有少一部分 可能我有四柱的話 我會三柱做左側 一柱做右側 你突破了去追 例如 我先看好東西 突破去追 你不知道這個升多少 它升少少 你轉身 你走不走 我覺得最難的 就是你轉身 你走不走 就像現在的案子一樣 現在我們猜到它跌了 我和各面館友都有講這個問題 你下一步要擔心的是什麼 是擔心它跌多少 你不知道它跌多少 你轉不轉呢 如果你很重貨 你不知道怎麼做 沒有什麼人是神的 可能它跌了五百點 然後第一天突然轉彎 其實那個階段 最終只有兩三百點 你如果那些東西是籌備得不好 準備得不好 你不夠貼士 全部你買回軌 明白這個意思 所以這個是 要留意 其實 講的我們行止 已經走了一段 這麼長的時間 是啊 是啊 我也是認為 這次短線 是不會真的要跌得很深 這是我們要注意的 現在外圍一直在吹 十年星 今天就斷了攬 十年星 所以現在就引了很多散戶 進來玩 我覺得 我們買開的 或者跟開玩開的 這些位置我們自己要小心 而可能剛剛聽的 作為散戶的 自己也要小心 你要知道自己是什麼 姿勢 姿勢是多少 永遠 那個既得利益的對立面 就是大戶和散戶是對立的 你明白嗎 大戶和大戶之間是行家 就是大部份 最大的那些 那 他不會 大家是行家 大家知道你在做什麼 他不會把你在操什麼 你不會找對方跟你吃掉 對方可能是自己有些客人 如果客人吃得太厲害 他也會提一下 那 那 對手是誰 估計是對手 只有買和賣 一定要有人賣 有人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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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是這樣的 那誰去接這些貨 所以這個是必然的對立面 你說 那些人說 只有一個講字 你哪有證據 這些就不用證據 這是邏輯 也不會有證據 你可以選擇不相信 你不相信 但是你聰明一點就可以了 就不要理會 這些 所以這些位置 自己要小心一點 去到這些位置 總之就是我認為 今年會還有一個跌幅回吐 而現在還未升完市 升完之後就會回吐 回吐之後整顧就會再上 然後呢 就可能會是牛二 牛一我講了 這個很早記的時候 已經說是 你們不覺得 其實現在應該像是牛一開始 這個就是真的 我很少用牛一牛二去形容大事 極少極少 我個人是 就是 這個生平之中 很少用這些去形容 但是 這次就用這個名詞去形容這件事 好了 今天就短短的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支持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鐘仔 選全部 還有分享我們的影片 記得如果覺得幫到你的 或者覺得說得不錯的 開心心的 就給我們一個讚好嗎 多謝大家 再見 拜拜